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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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马安 欢迎收睇大甲江面特弱 时事即食面 我是花色星 今天是2018年8月15号 星期三 近日有補習寫女導師因為涉嫌虐待小學生而被起訴 這位麻辣女教師更加是用接近十招來折磨這班只有幾歲大的小學生 根據報道,這位周勝老師的十招辣招包括 以文件夾膠條狂打學生的頭、臉和手臂、撕耳珠 用口書拼頭、竹頭砍桌、清潔劑噴臉、骯髒毛巾抹臉 甚至飛腳踢、耳塞頭哥頂背部 究竟一位補習老師為何要虐待小學生呢? 究竟是生活佛味、盛生活膚燥而拿小朋友來出氣 還是有其他原因呢? 我們看看這位周老師的背景 原來這位補習老師只有中七學歷 2014年開始在涉事補習社工作至今 據資深補習老師分析 以周老師的資歷,薪金難以與大型補習社的名師看齊 甚至可能時薪只有幾十元 而且他一個人需要照顧一班年紀非常小的小學生 難免會遇到學生扭計、不聽話的情況 再加上怪獸家長對老師的施壓 所以做這種補習老師壓力真的不小 但是出現這種虐待學生的情況 看怕周老師可能情緒已經出現極度不穩定的狀態 壓力爆煲導致精神崩潰 最後做出這些反常的行為 可能大家會覺得這一位周老師最大惡極 但是歸根究底 為什麼那些老爸老母 會找一個只有中七學歷的補習老師幫他們的兒子補習呢? 是不是那些家長難得教兒子 隨便找一個人看著兒子就算呢? 一班只有幾歲大的小朋友 為什麼要天天上補習班呢? 十歲八歲不是應該無憂無慮的嗎? 為什麼要上補習班 讀那些連老師都不太知道是什麼來的東西? 上完課還要學幾十個不適合的興趣班 小朋友忙到呼吸不到氣 同時家長還要給老師壓力 就來小朋友回到家裡不懂問事 都要打電話回去問老師為什麼不教 一班怪獸家長 搞到全城人心惶惶 搞到小朋友整個童年都有陰影 逼死小朋友整癲老師 很明白在香港生活艱難 希望子女快人一步是人之常情來的 但是 因為這樣就騙殺了小朋友美好的童年 要他們幾歲就上補習班、興趣班 會不會太不人道 逼小朋友走上絕路呢? 香港 這麼多小朋友只有幾歲就去自殺 就是多得這班沒有準備好教的人 亂生孩子 今晚吃麵就吃到這裡 下次再和大家大甲乾麵 再會 我講大甲乾麵 來自台灣的大甲乾麵 以天然的小麥粉仔 無添加 不經油炸 搭配100%純黑豆提煉的醬油 健康好吃又不油膩 還有8款味道給你選 好吃到停不住口 大甲乾麵就是令你想大甲特甲 帶著急、大甘食的台灣手工麵 快… 沒問題 我摸命了